我平常比较喜欢以唱的方法念佛 因为这样我觉得很亲近欢喜 请问这样念可以往生吗 往生的条件不是这么单纯 如果只是说我这样唱着念佛了 就能往生恐怕会错毁意思 念佛注意要看清楚 你看那个中国字念字怎么写法 念字不在口 口里唱佛你没有念佛 念佛能往生 唱佛不能往生 念是什么呢 念是精心 你现在心里头确实有佛 这叫念 不一定在口上 口上念不念没有关系 心里头又没有佛 心里头真有佛 这叫念佛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不是在口上 口上念是唤醒 自己心里头要有佛 心里常常想着佛 佛是什么样子呢 那你就懂得是 要那个经要念得很熟 佛的样子就是经上所讲的 经文太长了 我们很不容易记住 那我们就专 这个专寻 无量寿经第六品 四十八月 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就是阿弥陀佛 常常想着佛的心 佛的愿 我们常常想 就把佛的心 佛的愿 变成自己的心 自己的愿 这叫念佛 你一生佛号都没有念 你想往生 你都会得生 如果你心里头没有佛 那古人讲得好吗 一天到晚念十万圣佛号 说寒破喉咙也枉然 为什么呢 心里头没有佛 所以心要向佛心 愿要同佛愿 行要向佛的行为 那这个人肯定往生 只要他想往生 他决定往生 所以这个念佛 这个念子 不能够把意思错毁 只要你心里有佛 你怎么唱也行 这个没关系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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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